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疫情的动态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连日来中国各地多批医护精锐赶赴武汉增援 吹响了向主战场冲锋的号角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据了解 目前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总数已超一万一千人 包括三千多名重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 与他们一同奔赴武汉的 还有大批口罩 鞋套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这支白衣战士中的精锐部队 在最危险的病区坚守 在抗击疫魔的战场上 拼尽全力抢救同胞的生命 用医者人心 为人民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固防线 我希望和他们一起坚守在前面的阵地 希望武汉医生能够很快地得到控制 我相信我们四个人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一定会凯旋而归的 大家不要为我们担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自己的 我们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这四任务 让大家一起平安地回来 我想让妈妈多注意 有时间的话多注意休息 就是让别让自己生病 很舍不得 但是这是就对的事 别的什么话也不说了 就等着我们凯旋而归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谢谢大家 我不要争择 我不要争择 我的争择 我要是 我的争择 好 在城市我 我也不肯